说起猴头菇,那绝对是餐桌上的一道高端食材 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但是许多人在家却做不好 下面郑处就把详细的制作方法分享给你 认真看完这个视频,让你在家轻松搞定 首先,准备两包猴头菇 这种猴头菇都是提前发制好的 超市呢,都有卖,新鲜的猴头菇是白色的 干枯了以后,变成了蟹色或者是棕色 用这种猴头菇烹饪起来会更加方便 接下来我们将它装入砂锅中 因为袋装的猴头菇会富含防腐剂 所以我们用清水将它反复的冲洗干净 然后再浸泡半个小时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卫生,更加健康 泡好以后,我们装入适量的葱姜 再加入一些高汤 为了是保出的猴头菇更加鲜香 我们再加入一些猪油和鸡油 然后全程小火保制30分钟 保过的猴头菇吃起来会更加鲜美 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两颗洗净的大葱 将大葱切成均匀的锅状 这样烧出的猴头菇会有浓浓的葱香味 全部切好以后,我们装入一个碗中 这时的猴头菇已经饱好 我们将它捞出 然后再装入一个砂锅中 完全冷却以后,我们再切成均匀的薄片 切记猴头菇不要切得太厚 免得烧制时不容易入味 切得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同样的装入一个碗中备用 这道菜的配料非常的简单 下面千万不要眨眼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下面起锅 加入适量的清油 油温四成热 我们将葱炖倒入锅中 全程小火炸制 将葱炖炸至色色金黄 葱香浓郁 我们就可以捞出控油 接下来再次起锅 加入少许的猪油 将炸好的葱炖倒入锅中 继续的煸炒均匀 炒出葱炖的香味 接下来加入适量的高汤 调味呢 我们只需用加半勺味精 一勺鸡精 两勺半白糖 不喜欢甜的朋友 可以少放一点 再加入一些胡椒粉 蚝油 少许的老抽来上色 再加入适量的浓缩烧汁 最后加入少许的味大美来提鲜 我们将所有调料倒入锅中 用勺子搅拌均匀 将调料搅拌融化 这时将猴头菇倒入锅中 大火的翻炒均匀 这个烧汁过程大概需要三分钟 将猴头菇完全的烧入味 最后我们淋入少许的水淀粉 将猴头菇挂上一层薄薄的芡汁 为了使猴头菇增香增量 我们再加入一些葱油 继续翻炒个五六下 就已经大功告成 烧好以后 我们出锅装入一个盘中 这样一道香醇可口的葱烧猴头菇就做好了 猴头菇也是一种高蛋白 低脂肪的高端食材 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名贵加油 营养成分胜过大鱼大肉 喜欢的朋友赶紧为家人做起来吧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课鸿心 非常的感谢